美斯缺陣原因大拆解 餐飲業界叫苦連天 發展局主席有高見 即使講事實也有機會觸犯23條 不時新聞的新聞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2月6日星期二 我是永恩 報導真相真邊是弊需要勇氣 更加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SHARE、多點留言 和按一下Super Thanks 幫助我們一起撐下去 萬眾期待的阿根廷球王美斯 近日跟隨國際米亞密來講 參加表演賽 怎料沒有上場之餘 也沒有與觀眾互動 合照時也刻意站在最後排 讓一眾球迷大感失望 至於美斯缺陣原因 活動主辦方Tater稱 美斯受傷無法上場 說法牽強 很多球迷不收貨 有網民提出獨到觀點 自當日有來自特區政府的溫辰作為嘉賓出場 美斯不想稱為受損 唯有冷漠迴避 不僅如此 美斯也拒絕政府的其他邀請 包括維港遊船河和參觀啟德體育園 明顯是不想幫港共政府分析太平 今屆香港政府無所作為 用旺屆政府的政策為自己貼金 大搞所謂城市經濟 以為在香港舉辦幾場大應活動 就足以證明香港有自及興 全面服上 繼續欺騙全世界 今次美斯跟隨國際迷阿密來講參加表演賽 事前政府十分高調 1月26日政府舉行記者會 宣布今年上半年 在香港舉辦的大應盛事就有超過80行 形容是浪接浪 其中就包括萬眾期待的球王美斯訪港 在2月4日的香港友誼賽上 美斯全場無粉踢兼沒有與香港球迷互動 甚至影大合照都站在後面 比賽門票由880至4880元不等 不少高價入場的粉絲不收貨要求回水 最不收貨的是香港政府 兩度發聲明譴責 又召開記者會割席 今次事件爭議焦點之一 是為何美斯沒有落場 以及政府及主辦方何事得息美斯決陣 問題局局長楊潤雄 指 主辦方Titler賽前曾確認美斯將於下半場出場 當美斯下半場未出場時 港府再要求主辦方聯絡球隊提出要美斯出場 在完場前10分鐘 主辦方先確認美斯因傷未能出場 他認為Titler有責任向公眾及球迷交代 楊潤雄強調政府向主辦方開出的贊助條件 除非受傷或安全問題 否則美斯需出場45分鐘 Titler交代稱 美斯因受傷無法上場 公司會撤回M品牌1,600萬港元的資助申請 不少粉絲對美斯表示失望 也有市民認為事件牽扯政府 Titler 和美斯 不知其中哪個環置處理不周 搞得美斯不開心 周日全程表現冷漠 有網民認為大家要換個角度思考 美斯首日抵講去練習賽事 仍又講又笑 和球迷都有一定的互動 但正式表演賽就不出場 為什麼呢? 這兩場比賽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分別很明顯就是正式表演賽事 有李家超及一眾中共代理人在場 作為一代球王的美斯 完全不想幫你那些賤總分析太平 該網民說 如果李家超及一眾港共提早離場 我幾乎肯定美斯即刻出場 美斯寧願踢比練習場的普通市民看 都不想表演給暴政看 有沒有多些證據? 當然有 比如正式表演賽上 港共希望美斯不出場都上台說兩句 美斯無配合 李家超和主辦方主席兼行政總裁 來拍大合照時 美斯站在不顯眼的位置 免得把照片給你那些港共拿來炒作 而其他明星本地球員 邁去和他拍合照 他都沒有拒絕 不僅如此 港府邀請美斯一起去圍港遊船海一圈 參觀啟德體育園 更開出一份過百萬元的報酬合約 均遭美斯拒絕 他寧願在離港前留在酒店 原因都是一樣 不想和港府官員合影 免得他們拿來威 當政績炫耀 還有一張美斯兜錄 不和其他人一起排隊和超過握手的照片 也被熱議 該網民分析 美斯根本不想來香港 不想成為被獨裁暴政利用的工具 去營造香港公務升平的假象 美斯不是紅貓 不是你給錢租回來 就可以拖出來被人圍觀 美斯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 不是有離可逃就會聽之淫之 他可能知道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 知道李家超被美國制裁 是侵犯人權的罪犯 所以不想和他有交集 更不想自己被用來做政治宣傳工具 去年全年有3,400萬人次訪港 已經恢復到疫情前的55% 問題是人就來了 香港經濟並沒有因此而帶動起來 香港的零售及餐飲業界叫苦連天 旅遊發展局主席彭耀佳對此發表高見表示 港人現在喜歡北上 是因為內地有很多創新和新的體驗 比如有茶飲店推出加入茅台的醬香咖啡 所以香港的餐飲業界都要動一下腦筋 搞搞新意思搞些噱頭出來就會爆紅 他認為內地客來港觀光較少花錢 可能只是隨口說下 他又指內客一定會帶錢去旅行 至於會否全花光 則是取決於業界的營銷策略 香港業界應該反思會否有新主意 哄客人留下消費 他認為內客不可能一輩子喝珍珠奶茶 而吃菠蘿油都吃了很多年了 慢著先 阿彭耀佳主席 你說到珍珠奶茶是香港發明的那樣 你不知道珍珠奶茶是台灣的嗎 還有阿彭主席一定沒看過 內地客在小紅書上最熱門的文章 就是類似 如何不花一分錢窮遊香港攻略 如何到香港另取免費福利這樣的鐵文 你看看入境數據 外國人佔了多少比例 而將窮遊香港攻略 背到滾瓜難熟的內地客又有多少比例 你覺得這些是將台灣的珍珠奶茶 加香港的斯文奶茶就能解決的問題嗎 彭主席遊記望業界不要悲觀 最重要有香港獅子山精神和有創意 蛤?香港獅子山精神不是已經被某政府扼殺了嗎 現在又來鼓勵港人要有獅子山精神? 借問一句 如果現在有人上獅子山掛橫幅 國安會不會又拉由所先 基本法23條的立法諮詢將於本月28日結束 港府馬不停提向多個界別講解立法工作 近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出席節目時稱 市民持續批評即使說出的是事實 也有機會觸犯法律 23條立法諮詢的其中一個焦點 是現場被捕人士的機留時間 鄧炳強表示傾向由法庭審批現場機留時間 同時要避免被捕人有機會向律師通風報信 對於在何種情況下 市民的言論被視為犯法 鄧炳強舉來指 如果市民持續批評立法會或區議會 對一些事實的表述給予意見 都有機會觸犯法律 他強調最主要看意圖 即使說出的是事實 但自針對一樣事實不停地重複去說 就要判斷港者是否意圖挑動仇恨 根據政府資訊 中共國家安全含蓋20個重點領域 當中包括政治、軍事、經濟、金融、文化、科技、網絡、糧食 和生態安全等等 換言之 工作在任何領域的人都可能觸及國家安全 鄧炳強以基礎設施為例指 如果有人揭露一些供電設施的地點和設計圖 他人可以拿來攻擊破壞 也可能危害安全 洩露國家秘密 或者一名電腦工程師在設計基礎設施電腦程式時 刻意製造程式錯誤 讓人容易發動攻擊 這些都是削弱運作 有機會觸犯國安條例 日後23條案件是否由警方國安處負責執法 鄧炳強稱其他紀錄部隊也會參與 至於23條立法後 國安開支會增加多少 鄧炳強稱不便透露 但強調會應使則使 近日多次捲入政治風波的舞台劇界 再爆出《不時新聞》的新聞 原定今個月17日公演的 香港演藝學院應屆畢業生作品 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演出 在遠方沒有公佈原因的情況下 突然遭到渴停 相關演出的資訊 在學院網站已顯示找不到網頁 團隊成員在社交平台指 劇目禁演的可能性早已傳遍學院內 但當信息進入耳朵 感覺是外差了 沒有憤怒、沒有難過、沒有怨恨 沒有任何情緒和撕碎 這名成員表示 由正式收到通知開始 就一直思考 作為學生、藝術工作者 以至作為本土年輕人和作為人 我們做錯了什麼? 以答案其實很明顯 他表示 相信一切都會再入市策 唉 其實現在軍政府時代 不准做都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就入台先停 有些出乎我意外 學校的政治敏感度 沒理由這麼低的 為什麼不早就不批呢? 搞到學生白白浪費了五個月的心血 莫非學校是用心良苦? 希望借此用殘酷的事實 告訴現在的學生和年輕人 香港已經沒有了學術文化自由 中共化的香港 沒有紅線只有癡線 所謂沒有紅線 是因為大家完全不知道紅線在哪裡 我相信如果你做白毛女 紅色梁子君等之類的節目 《包補PASS》 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 願著是將1969年發生在米蘭的爆炸案 改編而成 爆炸事件造成17人死亡88人受傷 意大利警方之後拘捕了幾十名極端阻疫人士調查 包括鐵道工人皮奈利 經過三天的審問後 皮奈利突然在警局墮樓身亡 外界普遍認為 皮奈利是被警員拋出窗外 但負責審訊皮奈利的警員 事後被判定無罪 聽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是否想起了香港某位年輕人? 好了今天的香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明天見 電視頻 請下午後 提醒大家 多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